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明明知道我跟依旧在一起 为什么你还要背着我和她 你敲一个命啊 闺蜜男的可惜就是好 她能够一个闺蜜 她是倒了八辈子 你看她那样 还不承认呢 你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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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只有你这种没有人爱的心态 才会抢别人的男朋友啊 刘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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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你有事随时叫我 我 别怕 有我在 接下来 进行今天的下一个环节 我是今天的特邀致辞嘉宾 大家晚上 搞什么 特邀嘉宾不是我吗 首先 祝福童景小姐 生日快乐 貌美如花 你说 郁迟迟摇摇摇抢了你的男朋友 可是他俩 是在两年前在一起的 你和英九才在一起几个月 所以到底是谁抢了闺蜜的男朋友 我想大家都听得出来吗 在这个宣伤的时代 谁懂我情迫 不早的接派 还有 男主角英九先生 在你劈腿女友闺蜜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么做会对她们友谊造成怎样的影响 你刚才说郁迟摇摇是没人爱 但我并不承认 郁迟摇摇 单纯 善良 即使受了委屈 她也从来不会为自己辩子 她除了行商低了一点 没有任何毛病 在我看来 她就是人见人爱 她可以通宵不睡觉 去缝补一条 她认为对我来说很重要的短子 虽然 真的丑死了 在我犯错的时候 她会批评我 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了 小学生都懂的道理 为什么你不懂啊 在我难过的时候 她会陪在我身边 安慰我 虽然 她一点都不会安慰人 甚至 她会为了我打架 虽然 我更怕她受伤 别别别别拍 别拍啊 没什么好拍的啊 其实有些话 我一直想对你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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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疯了 疯了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拦住他 拦住他呀 袁老师 这样你会冷的 开什么玩笑 我什么顺利素质 不冷 一点都不冷 袁老师 你都流鼻涕了 瑶瑶 你为什么会得人情恐惧症 医师 瑶瑶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请做好准备 好 马上 妈 你到哪儿了呀 马上到我了 急 别急啊 还有一个路口 我马上就到了 走 你 你知道吗 你去去去去去吧 你去去去吧 我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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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我 我让我妈拷送颜强口 她根本就不会出事 都怪我 都怪我 没事了 没事了 都过去了 齐 其实在生日宴上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你想听吗 既然你想听 那我就说了 我知道 当我的助理 一点都不好 我又凶 还经常使唤你做那个 又做这个的 你如果实在觉得委屈的话 你可以做我的 做我女朋友 这样的话我就会宠着你 我还可以天天给你做饭 你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这样是不是很划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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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